主料,面粉400克,南瓜100克,主料,青蒜,蘑菇,半骨汤蛋锅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餐人数,1到2人,南瓜切小粒入微波炉类熟后,取出到入面粉一起,用筷子搅拌此时切勿下手,防止烫伤,也可以将熟南瓜亮亮的和面,也可以将其搅成南瓜泥来和面, 这样会更好,揉好面团放一边醒着,约20到30分钟,此过程可以准备做汤的材料,擀面条的面最好硬一些,这样擀出来的面条比较韧,使它嘴里的感觉会更好,醒好的面团再次揉好,擀吧,家里没有大的地方,何宫擀面条,也没有那么长的擀面杖,我就把这团面分成两个剂子来擀的,将擀好的面叠起来, 切成自己喜欢的宽窄,我喜欢吃宽面条,所以切的比较宽,抖散,撒上少许面粉,以防止面条粘到一起,模糊和青蒜洗净,切块,断,炒锅至火上,倒少许油,炸香姜片,下蘑菇拌炒至鸡软,倒入放胡汤,加园,结晶,胡椒粉,开锅后下青蒜段,关火,此时, 另一锅中的面条也已煮好,煮面条的锅中加少许盐,将煮好的面条盛入碗中半碗,上面生血糖,菜,一碗热乎乎的半骨汤南瓜面就做好了,烹饪技巧,不要煮太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